然后它的灯也是就是可以用遥控器去切换它的亮度 布景墙壁重新粉刷包含硬体设备也更新 这是位于高雄人物的三层楼透天 一楼的空间不够的话 二楼也可以当客厅 地平十九平四十年的老房子 在当地价格约七百万 但花了四五百万重新整理后 屋主开价一千两百八十万 标榜不二价 但卡在许多看房民众车较大 停不进车库里影响购买意愿 因此屋主在加码 买房就送价值约一百七十万的进口车 果然增加许多看房意愿 年轻人就是可能房贷跟车贷 可以就是背一个房贷 直接送他一台车架 昨天晚上一发出去到 今天中午就差不多有十组 买房还送车听起来很诱人 但其实以当地四十年透天错 整理过后的价格加上车架 差不多就等于屋主开价 在这种推案齐聚的情况之下 在这个建商或代销 他势必要一些比较新颖的 或者是比较别出心裁的 一些促销的方法 才比较有可能吸引到 这个买房的注意 为了增加卖屋资讯 让更多人看到 还有淡水屋主承诺 房子只要是透过脸书成交 就从分享文章中的网友中抽出艺人送iPhone14 文章PO出半个多月 就已经超过四千六百则的分享数 不仅发话题 就连看屋人数也跟着增加 这种广告文不太会有人去搭理 有超过四十组的待看 很广耶 我遇过二十几的 我也遇过六十几的 那中间也有付过卧选 但是因为价格的部分 所以没有盘子 现在还没盘成 房市降温不在是卖房市场 而为了吸引买家意愿 屋主也只能出招增加曝光度 希望能借此提高成交率 金新闻谢伟林玉成 谢嘉玲杜韵杰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